在美国打发的这些,台湾人也能给我做证明我是这个,当然我这个定时打发最有证据的应该是在台湾,台湾呢,那个现在叫东东京现在叫什么地方,我叫不上来,那个凌晨,我这个2019年啊。 9份,今个9份,9份,面对大阪,面对遥望大陆,望江, 啊,中了中了一棵树,当时那个好友跟我一起就中了,我有照片以后给大家,发给大家,我这是今天的,今天的讲到这里啊,就是说我在,这个人鬼奇迷了,我如果哪年见了商店,今天我,其实六岁了,我就,说不定哪年就走了,我,我今天讲了。 人都是要有限就吸引人,人言而無信不知可否,言必有信,行必有果。 我做錯了,我失敗了,那是我失敗的人,但我做了。 我做的過程當中,假如我認識到,那是我的經過,但是我是誠實。 我想,這個人,歷史,還有台灣人,台灣鄉親,也可以檢驗我對台灣人民的忠誠度。 2008年,我去台灣集結馬丁九的時候,我給馬丁九送了一面旗子,就是後面的旗子。 大家看著什麼呢?青天白日五行公席,滿丟。 這個就叫做,從西通國,核二為一。 這個有點粗糙了,因為我這個idea,核二為一這個比較簡單。 我這個面數就是根據中華民國卸發。 最近,全體國民的討論,負責封的這個,沒有任何人可以把這個土,固有領土,國土給分開。 那麼,大家就想了,為什麼一國兩制不能在台灣民國的事情? 根據這個,就是因為根據聯合國憲章,現在還保留著中華民國這個名稱。 中華民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。 聯合國憲章只要是沒有中國安理會,程序,重新註銷,那麼中國就是中華民國。 中國才是幾千年了,誰在那邊聯合國註冊的? 中華民國註冊的呀。 這裡有中華民國,共產黨的代表,有了統民國註冊的簽字呀。 有圖片,有圖片,有文件呀。 一個公司,它是要成立之後,它再有一個註冊的文件,文件的呀。 這個文件上寫的是中華民國呀,不是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呀。 這個問題是某,我們講的某國,什麼某國啊?你很清楚。 只不過我們這麼一點,不一點,不講清楚。 這不講清楚問題就來了,矛盾就來了。 魔鬼就藏在這些講不清楚的,不確定的因素裡面。知道吧? 所以,台灣人就不接受這個,中華人民共和國,是代表台灣的唯一合法政府。 你講清楚了,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。 這不就清楚了。 我告訴你,台灣關係法,為什麼它要堅持這個法令呢? 因為台灣關係法講清楚了。 在1979年1月1日以前,美國和中華民國保持的聯繫。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,就保持聯繫。 1979年1月1號以後,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了。 我告訴你,台灣關係法。 台灣關係法,也就是講。 我現在說,台灣人民保持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。 商務、文化、教育等關係。 這叫台灣關係法。 非政府關係,就是這樣。 你別做夢。 當時,為什麼,蔣介石的代表,那個周舒凱。 還有這個後面,後面,尼切代表。 以其混混使人招包。 他以為他還是中華民國呢。 他那時候已經不是中華民國的代表了。 他是中華民國,台灣省的代表了。 所以說,周舒凱在26年年代上說, 我宣布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。 你沒有資格再說,再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了。 你就像你現在沒有資格, 包括沒有資格談兩岸統一。 跟美國在談,沒有資格。 因為你不是政府,不是法律。 在兩岸問題上,中國和美國是談判對手。 真正的是談判對手。 誰在打和不打,都是北京政府和白宮政府和國會。 謝謝。 OK,謝謝。 謝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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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